这梁武帝 虽然是佛心天子 他把后宫搞得乱七八糟 他娶了前朝一个最妖媚的女人 你知道他梁武帝 他把这个定都在建康的时候 他把前朝以前他打败了以后 他的兵徽全部由他收 全部由梁武帝收走 所以那时候的正宫 正宫他后悔梁武帝当皇帝 他说从此以后他也见不到梁武帝了 梁武帝很好色的 真的是猪哥耶 你们知道梁武帝吗 他生了多少小孩 你们讲 生了多少小孩 他把最妖媚的那个前朝 好最妖媚的宾妃 那为己有 生出两个女的 正是是报应 那两个女的 跟他的叔叔 跟伯伯都有来往 真的是乱 乱伦 梁武帝很糟糕的 我们经常 送梁王宝颤来拜颤 梁王宝颤是拜颤用的 那不是他的 只是用他的名字 是梁武帝叫那时候的出家人 去编一本唱本 为了超度他的一个 一个的宠爱的妃子 梁武帝很糟糕的 很诸葛的 真的 他坐在这个房宫里面 看到一个很多宫女站在旁边 那轰吹起来 把那个宫女的裙子吹起来 他看到那个宫女的大腿 他今天晚上我就要你 你们知不知道梁武帝啊 每一次他碰到挫折 就要出家当和尚 就跑到隔壁的同太室 去当和尚 隔壁耶 就在皇宫隔壁 他盖来做寺庙 就去隔壁当和尚 那所有的那个臣子 又去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 好了 他又当皇帝 等到碰到挫折 又去当和尚 又把他拉回来 等到第三次又去当和尚 又把他拉回来 真的是报应啊 所以到最后他二死在皇宫 讲到哪里去了 我不批评梁武帝 我告诉你 梁武帝是佛心天子 他盖了很多寺庙 这胎生啊 西生啊 这吃素 谁弄的 梁武帝 典戒巴谁弄的 梁武帝 因为忠言佛教 就是由他这样子弄 才会有典戒巴 才有吃素 这是梁武帝弄的 梁武帝 混音 était几天 毕业 英语 三胡 三胡 四 五 四 五 五